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画板吗 OK 赶快进来了 赶快进来了 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在录像的了 赶快进来了 我进来了吗 喂喂喂 哦好的 OK 好 我准备讲课了 不等了 今天晚上跟大伙分享几个实例 有些是同门的 有些是同门答疑的 有些是我在实战中碰到的 都是手摇筒签 所以大伙我跟大伙讲 有好些同门交给我的答疑 它是在外边的一些论坛上去摘录的 当然我赞成大伙到医学论坛去练手 包括铁巴之类的 练手的目的是熟悉理论 怎么样去运用理论 但是不要把里面的结果太当真 为什么呢 因为在网络上的一些话 你从来不知道它的真实出书在哪里 如果你把它的结果当真了 然后的话呢 纠结在里面的话呢 有可能就会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的网络成卦 虽然它告诉你是手工摇签 或是手工成卦 其实呢 它们都不是我们的传统六摇的 蜡甲铜钱的那一种摇签方式的 咱们的这个蜡甲六摇的 这个传统成卦方式呢 是手摇筒签 真实的手摇筒签 那么以这个为主的 当然呢 在特殊情况下 是允许用电脑代替 但是只是特殊情况 但是呢 电脑网络上的挂的就不一样了 艺学论坛啊 铁发也好 它们提出了挂的五花八门的 有一些直接电脑成卦 虽然它是多个摇动 但是呢 也是电脑摇的 虽然也叫手动摇挂 其实还是电脑摇的 更有一些呢 直接一点就出来了 那叫时间挂 或者是电脑自动挂 这类挂的话呢 其实往往只有一个动摇 你想一想啊 你成卦方式来来去去都有一个动摇 没有进挂 没有三个摇动 没有四个摇动的 那么它的理论体系肯定跟咱们能够产生进挂 能够产生动挂 能够产生这个四个五个六个摇动的那些理论肯定不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一种的什么挂成挂方式都不管 直接拿挂来总结的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咱们掌握的是蜡甲右摇的理论方法 那么有这把锋利的斧头就够了 是吧 所以大伙如果要真真实实总结的 可以第一个自己真实 这个现实中碰到的挂力 自己碰到的 这肯定是可以深入去考究总结的 第二个同门之间提出来挂 因为大伙同门都是学尹和六摇的 大伙的体系一样 他摇的挂可能也是主要同钱的 但是呢 我提醒大伙啊 如果有些人改不了这个习惯 还是习惯 梅花艺的 时间挂的 电脑成挂的 电脑成像的挂 就不要在同门之间讨论了 是吧 在我们同门内部的QQ群 微信群 这个丁丁群里面 讨论的话 为自己负责 为同门的数数进步负责 所以呢 请大伙都提供自己真实同钱的挂项 不要提供一些 这个时间摇挂 梅花艺的挂出来 搞半天 最后的话呢 原来理论对不上这个实际的 所以这个我跟大伙再重申一遍 那么同门之间的交流的话 是可以深入去考究的 然后的话呢 我讲课的话 我讲课的话 基本上可以保障 这是真实同钱的 因为我自己 现实碰到的挂 我都是真实同钱挂的 那么这几类挂 是可以深入去考究的 也可以把它保存下来 作为这个总结 这个理论套路的 这些经验 好 那么今天晚上有几个挂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一个就是 一位同门提供的 他问到这一个就是 上一阵子 比较沸沸扬扬的一个案件 对吧 这个案件时间很久了 就是那个华为的 那个千金 孟晚舟的那个案件 孟晚舟呢 应该是一年多之前 就被加拿大 那个警察当局扣押了 那么我们中国人认为 这个是肯定是无需有的 然后的话呢 这很明显是 我们叫做政治勒索 但是外国人不这样看 是吧 外国人认为 这个他有问题 对吧 那么通过最近的疫情 也知道 美国政府的一些嘴脸了 是吧 他们是以他们的利益为主的 并不是以正义为主的 那么政治上 我们不讲太多 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上 这个华呢 我觉得还是蛮符合现状的一种状态的 那么华项呢 是4月的更5日 华项是折天怪 变出一个折三弦 那么这个华项呢 就问就是了 这个孟晚舟的这个案件 今天晚上 今天这个加拿大温哥华那边呢 就是法院要专判了 那么能不能获释 其实的话呢 说实在话 这类挂我没有摇 我也关心 但是呢 基本上这是99%的答案 就是不释放的 这些很容易通过这些了解 这些 我们说美国加拿大那一种政治生态 你就了解了 我在温哥华住了 最近一年里面 有大半年在温哥华里面住了 他们经济上可能相对会独立一些 但政治上 这个政治生态 这个加拿大就是美国的一个跟班 一个小弟的一个角色 所以呢 其实呢 不管美国有没有道理 就算美国明摆的是绑架这个温王舟了 但是 他肯定要想些办法过来 挖些条文出来 来顺美国的意 所以呢 基本上 这罐我不用咬 我知道这是他肯定不会释放 唯一办法就拖 他不会说 现在就驳回你了 然后把你引渡到美国 不会 但是的话呢 他会拖 他也不敢放 因为美国不愿意放 所以呢 他不敢放 然后的话他明知道 如果把这个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去 这个影响太大了 所以呢 他也不敢把他引导过去 那么唯一办法就是挖些条文出来说 他确实是有问题啊 然后呢 继续的调查研究 继续的辩论 然后就拖 这就是这个政治生态 政治环境而造成 而这种政治环境在挂里面是很清晰的 我们看到了 因为这个挂呢 是我们中国人起的挂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肯定是站在这个孟晚舟能够释放的立场上 对吧 这类挂呢 其实就相当于心态挂里面的一种主观喜好和主观厌恶 这种挂的定位 那么这种是心态挂的一个定位 所以呢 这挂里面呢 就按心态挂看就可以了 如果挂里面鬼望鬼动的 那么这个事情就不要糟糕了 如果子孙望子孙动的 这事情就有希望了 对吧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希望 问满洲能够获得四方 对吧 所以呢 这挂里面其实定位是很好定位的 我们定这个挂总是很好定的 那么无非就是看一看这种挂 它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怎么样 第二个现状符合 我们看看了 挂里面主挂是一个现状反应 择天怪 怪就是代表有缺陷 是吧 那么有缺陷了就证明这事情 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吧 那么没办法去圆满解决的 那么变挂是折三弦 弦就是变度 普遍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不会那么快解决 而且的话 这事情理想大事化小也化不了 但对于加拿大方面 中国方面 其实都不愿意把这个事情搞大 只不过美国是想把这个事情搞大 但是这种状态情况下 加拿大本身从政治体系来说 它是没有话语穿的 表面上是 我们说司法独立 政治独立 这是说给别人听的 那么实际上的话 还得听他老大 那么老大不放人 他肯定要想办法 所以像这种的政治生态的话 它的趋势肯定是 只能是这东西越扯越远 越扯越大 是吧 就相当于那个闲挂了 闲挂就是普遍嘛 这东西就越扯越远了 所以呢 这事情没那么快解决 那么他问的是 今天的攀栓判 能不能就是有个结果 什么结果 能不能获释 如果子孙动了 证明 如我们所愿的 这个门网都是给获释 如果鬼动了 鬼忘了 那么 这个事情就像挂里边说的 是吧 现在有问题 挂一挂 挂变贤 还得扯 还得牵扯很多 所以呢 这事情没那么快解决 而事实上的话呢 应该是第二种的情况 因为呢 很明显 这话里面 应谣代表 孟满洲 这次 法庭双判的 这个结果的 这个应谣 他是关轨动的 而且这关轨 迎不发动 他是带船 也就是说 这个判决 是对孟满洲不利的 对我们中国人不利的 所以鬼动了 所以鬼动变出父母无火 父母无火就三大一算判 就是公布了 公布消息 对吧 然后的话呢 这里面的关轨 荧幕 发动了 那么他一发动 就说明 在应谣发动 就说明这个双判 是倾向于不利的 那么他为什么带船武 就是呢 其实 这并非一个公正客观的双判 他肯定里面有毛利 有暗箱操作 是吧 所以他里面带船武 所以从这个话里面 可以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 所谓的加拿大的政治独立 司法独立 就是放屁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挂里面 挂里面日令 月令 是四月五日 都是火摇 而火摇 直接针对谁啊 直接针对四摇的子孙 邮金 当然呢 这个四摇的子孙邮金 代表我起挂着 因为中国人起挂嘛 肯定希望 这是达到好结果 所以呢 这个子孙邮金 是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愿望 但是的话呢 挂里面这个日月 就代表目前客观的 现实的一个条件 或是一个环境 而这个环境里面呢 直接这个四月五日 两个火摇都在克这个子孙邮金 也就是说 孙邮宗想释放 其实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 其实是不利的 没有这种被释放的政治环境 包括这次参判 这次参判的观轨荧幕发动 他变出的父母无火 你看父母无火就代日离 就是现在的政治环境 造成他的参判结果 所以呢 这个观轨荧幕 他变出父母无火 受制于当前的政治环境 所以呢 他只能够参判 这个温暖州有问题 其实呢 他那个法官说 他温暖州符合 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法律 应该被扣留 其实都是瞎扯的 连他们自己的法官都在打架 所以为什么这里带传儒 他是有他们的猫力 有他们的暗箱操作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里有个初遥 初遥是七材止水 变出兄弟成土 可能的话 如果从心态观的角度来讲 假设这里的观轨应遥 荧幕是不动的 那么光光是初遥的七材止水发动 那么这卦其实是好卦 对吧 我们知道心态卦 如果鬼员七材发动变废 回头课啊 发掘啊 那么他就没办法生鬼 那么他没办法生鬼 这个忧虑就不存在了 所以如果这一卦 他只有七材止水发动 而没有观轨发动的话 其实温暖州 这个案件是有希望的 但是偏偏的话呢 虽然这里的七材止水 变出兄弟成土回头课 他原神是废了 但是同时观轨应遥就会发动 那么 这两个同时发动的话 就不这样看 因为两个摇都动的话呢 我们从短期来讲 我们都讲过了 短期的话 如果他多摇发动的 把无用动摇剃掉 最起码这一卦 可能会把七材止水给剃掉 剃掉以后 你不用动摇吧 剩下就有观轨动了 对吧 观轨动的变出父母无火 观轨是有用的 然后的话呢 父母无火带日令 就说明了现在的政治环境 造成他没办法释放 当然呢 我们说了 就刚才我们讲的 为什么带选 就是呢 他肯定要找出法律依据 但是这个法律依据 其实站不住脚的 但是呢 他又得要符合 他美国的政治利益 所以呢 就要 我们说就相当于 戴着有些眼镜 是吧 有散选择的解读法律 所以他们连他们内部 都是吵得乱起 但是无论什么样 从短期来讲 从短期来讲 这种的卦象 基本上他会把这个 无用的器材止水给废掉 剩下的 有用的观轨荧幕 变出父母无火 所以呢 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看到的结果了 法院就宣判说 这个奔满洲 是吧 他符合什么什么 我们触犯的法律 必须继续扣押辩论 那么估计这个事情 可能要拖 一到两年 慢慢再来 再搞 但如果从长期来讲 长期来讲 这个器材止水 这个关轨的原神变费 那么长期来讲 其实还是对 任满洲有利的 毕竟的话 挂的话 原神 特别是挂的原神 它是影响长期的 而这挂的关轨的原神 那么 他这个器材止水是变费的 那么变费了 那么对于长期来说 其实还是有利于 任满洲的四方 但这个时间可能很长 为什么 关轨银木变吾火 本身就半合 然后呢 这个原神的七材止水变成土 它也是半合 是吧 生子神三合 银武续三合 凡是出现这个洞变 彼此是半合的 这个事情就有的拖了 是吧 三合就拖很久 半合拖一半也要吧 所以呢 从细节上来讲 这个事情 而且来挂遍牵挂 是吧 这个就是越扯越多 越扯越远的 大家都扯在一块里 可能到时候的话呢 真正要解决的 可能要打包谈判了 这不是单独的一个案件了 但是呢 其实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这个温暖州被美国抓 其实就是赤裸裸的 绑架 政治绑架 那么 他肯定会东扯西扯 扯到大家满意 是吧 所以这个的话呢 虽然我们一般不会谈政治 当然呢 这是算例外 毕竟的话呢 这是对外的政治 不是国内政治 国内政策我们肯定不谈 对吧 这是我们中国人 的一个就是 相关的这些 对外谈判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就把出来讲一讲 那么这一卦不深入讲 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好 好 我们看看第二卦 好 我们看看第二卦 好 第二卦看到没有 好 看到了 第二卦呢 是 就是 一个小孩子 那么呢 他这个人呢 就是 可能读书压力 各种各种原因吧 完全比较复杂的 那么 就是有一个 抑郁症的症状 然后的话呢 甚至最近有一个自杀 倾向的链头 那么整天对在家里面 对他的父母讲 就是说了 看见窗口 想跳下去 那么这种情况是蛮恐怖的 因为的话呢 这个抑郁症 如果产生这一种的链头的话呢 其实第一时间 就要到医院检测 检测 他的抑郁症的状况 是属于轻症还重症 基本上的话呢 如果抑郁症的话呢 产生一种 自杀的这种链头的话呢 基本上 不是中度 这叫重度的 所以呢 这还是蛮严重的 而且这个病况呢 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 他的父母呢 当然呢 也很关心 也很着急 然后的话呢 就想问一问 跟我交流过 我也跟他说过一些 关于抑郁症的相关的一些 他们不了解的一些知识 当然呢 也提到说 就是的 可能 会有附体在中间作数 但是这可能性呢 不一定完全有的 那么 他就问这个 孩子 的病况 趋势 以及原因 那么挂箱呢 是4月的几四日 那么这一挂箱的话呢 是砍煤水 变出一个折地脆 挂箱的话呢 因为他是问的孩子 是大人 带张小孩的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是属于 应该是带张挂的 那带张挂有很多种 包括了这个 主控性带张 司控性带张 当然他们孩子的疾病 趋势 他没办法控制他的 那么基本上 这属于 我们说 司控性带张 那么司控性带张的话呢 这挂直接就取 子孙荧幕为用神 然后子孙荧幕带贵人 这个 带出窑带藤蛇 一板一一阵的话呢 他都会 这个心态都会比较 不正常的 是吧 有些怕 有些惊 有些紧张 所以呢 这就是藤蛇的项目 所以呢 藤蛇带子孙荧幕 这个就是用神 那么 他现在是在家里面的 因为他的病况 没有改善 所以呢 他早就停学了 在家里面 本来呢 他的父母 希望他下血期 能够重新上学 但是的话呢 按照这种情况 估计不行 他问过我说 能不能就说 下一学期开学的时候 就能上学 我看不乐观 为什么挂里面呢 就很明显了 是吧 挂是六冲 砍没水 那么冲肯定有冲像 冲的现状是在对应什么呢 可能要看挂像里面的一些特征 那么 折地翠是变挂的一个趋势 那么呢 折地翠是告诉你一个锁定的方向 因为翠呢 出类拔翠 它是指一个特定的方向 那么的话呢 这个特定方向 这是什么方向呢 是指治疗的方向呢 还是病因的方向呢 还是这个疾病发展的方向呢 这个我们要看挂里面的一个变化 然后的话呢 挂里面有两个动罩 这两个动罩 其实呢 都是围要硬摇的 其实硬摇是什么呀 硬摇就是孩子的病化 那么我们说过了 围要硬摇两端的摇在发动 就说明这个事情 我们要分析的这个人事物 它的两边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 如果硬摇动了 就说明 这个事情的核心信息 都在这个硬摇里面 如果硬摇不动 硬摇的两端发动 就说明 这个事情有很多细节 所以它一个摇显像不来 它必须两个摇来显像 或者这个事情有两端的分支 怎么叫分支啊 就是说它可以往东的发展 也可以往西的发展 然后的话呢 它通过两端的摇在发动 说明了这两种发展的 各自的趋势 所以让我们要特别重视 硬摇两端发动的摇 它来来去去 离不开我刚才讲的 两种情况之一 那么基本上呢 从挂里面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呢 这两个发动的摇 都是有用动摇 有一个我们讲的 它可能算无用动摇 短期它算暗动 长期它算日破 那么 雷雷的摇 就是第一个 恶摇的官鬼尘土 变出七财是火 鬼头生 那么 它是带白虎的 那么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父母身经 变出兄弟害水 那么它变出了兄弟害水 第一个是越破的 第二个 它是日令冲动的 但是它寻空 我们叫冲空 所以呢 这挂的冲向 就来自于这里了 因为冲向怎么来呢 就是官鬼尘土 生这个父母身经 然后的话呢 构成尘土跟身经的联动 来冲克子孙荧幕 这个冲是来自于冲克 所以挂遍六冲就这样来了 那么 它的力量聚在这个父母身经 这个祭神身上 来冲克这个子孙荧幕 冲是代表短期的 克是代表性质 定性的 就说明了 这个父母身经 其实是一个 这个病的表象 它对这个孩子的影响 是间歇性的 因为抑郁症的话 没那么快好的 是吧 它不算短期病症 来得快去得快 那么它既然又有冲向 代表短期性 病的本身 又带有长期性 这么怎么办 那就说明了 这个病是间歇性发作的 是吧 时而发作 时而好 时而发作 时而好 就出现了这种冲向 因为它病的性质 并不是短期的病 并不是发沙感冒 是吧 并不会一次好的 但是它又有冲 又有短期的影响 所以这类语就是 间歇性发作的一个项目 那么既然是间歇性发作 那么它的变出的 咬兄弟害水 其实它是代表 它治疗的信息来的 那么这一种的父母身经 即神发动 变出兄弟害水 这兄弟害水又是能够生子孙的原神 其实它告诉你第一个 代表你的病况的发展的程度 然后对自己冲击的性质是间歇性的 发展程度 它是短期的冲击 然后的话 后续怎么办呢 它是可以治疗的 因为它变出的变谣 动此变中 动了就是它这个病发作的 变谣就是针对这个病的变化 针对这个病变化是兄弟害水 所以它这个病 它是可以治好的 这是好信息 只不过这个麻烦就在于 它是间歇性的 治好了以后 过一段时间又来又治 治好了又来又治 只能是这样 而且的话 如果从治疗手段来讲 可能还是要以西医为主 为什么 因为它生和子孙淫墓的 这个兄弟害水这个变谣 它是带阳刃的 它是带水谣 如果是西医的 基本上是带火谣带水谣 药品是化学物品 对吧 谣的话它是合成的 然后这个 治疗的医药 很多都是种作增剂 钓瓶 一些液体 输入到血管作为治疗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说水谣火谣的 基本上是西医 土谣木谣的就是中医 为什么 因为中医的木 是代表草药 中医的土 就是代表这些本土文化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你的原神是土谣 木谣的 可以考虑中医 当然那前提 这个病中医西医都能治的 如果这个病只有西医能治 中医不能治 那就不用算了 可以算这情况下 你可以看它 这些谣的五行 比如说这样你的兄弟害水 这个带水的基本上就是跟西医相关 而且带阳刃 我们知道西医的工具 是吧 医学工具是比中医要多很多的 所以呢 他这个阳刃只有工具化 那么像孩子这种病的话 如果是短期发作 只能是西医 迅速的压抑 迅速的减少 那么 发现病况及时就医 用西医制 他能阶段性把它缓和 这个兄弟害水 他就是生这个子孙荧幕的原神 也是和子孙荧幕的原神 是吧 冲他了 冲散掉了 是吧 然后呢 害水把它和回来了 恢复了 所以从贯的本身来讲 这个其实呢 预后也没那么恐怖 但是的话呢 就是要应对他的间歇性发作 是吧 间歇性治疗的这个特征 那么第二个信息 就是我们说的 观鬼 尘土带白虎 变出七财是火 这是什么信息 这个信息的话呢 它是父母生经的原神 也就是说 它是病因 光光是这个父母生经发动 其实我们说 它是有治疗的方向 但是如果它有原神的话 有个麻烦 它这个病不会被治愈 因为它有原神 这个病有原神 所以这里的观鬼 尘土带白虎 就是这个病的原神 如果要治疗 要根治 要治愈的 首先要把这个原神给干掉 所以挂便翠就这样意思了 挂像指出了一个 我们说的解决办法的一个方向 这方向 这是针对性的方向 而不是普遍性的方向 也就是说 你必须针对这个观鬼 尘土白虎 怎么去解决它 而观鬼尘土 变出的七财是火 它代日令代月令 我们知道 以我一个动摇 一个变摇 它是又待日令 又待月令 代表什么 代表日常往来 也就是说 它常态存在的 这就说明 这孩子这个病 这个根载 这个源头 它是长期的存在 所以更要把它挖掘出来 找到这个方向 把它这个根源给去掉 这个病才有机会好 那么这里的白虎 观鬼尘土 代表什么 我们知道 看到也看到 是吧 观鬼尘土 它跟什么相关 跟文昌相关 跟匠心相关 匠心只能说是 我们说的 就是重要性 对吧 文昌 这里可能是技术活 可能这个病的根源 是带有技术性的 那么最关键的 它是带贵人心 这里是一个贵人心的知识 可能只有实力课 大口才知道的 如果听过实力课的弟子 就知道它是贵人心 不听过实力课 只看这个论坛上的 教学帖的 可能就不知道 这是贵人心 那么有人说都带天衣 这个就不用讲了 是吧 这病的根源吧 那么为什么它带贵人心呢 就是因为贵人是生 是子 而尘土是跟这个 生和子三合的 所以它是贵人心 那么说明了 这里的根源 有可能是人情 人在做手 不会 我们知道 如果是忧郁症 精神病的 它有一段时间的 有一定概率 它身上有附体 所以 当时我看到这类挂 我就跟他讲了 以我看这类挂的 那么多经验 我有很大的把握 怀疑这个孩子 身上是有附体 所以你必须要请 专业人士 把这个附体给 请走 请走 是吧 无论什么方式 把他请走 让他离开孩子身体 然后的话 这个病根去掉了 他有才有机会 后来 他父母也跟我反馈 他也找过 这类的人士 专门看过 确实的 基本上看过的人 都跟他说 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东西 就是我们说 有邪气 当然知道好 跟不知道 知道了 始终会找到 这些 有办法的人 对吧 来解决 这方面的事情 那么 先设到这些 就不好说太多了 对吧 我们这个 对于这一些 属于道家的 传统道家 文化的 那么 我们只能从 数数上去解读 所以这一挂的话 其实 他告诉了 这个病的病况 病的发展 病的治疗 病的根源 在哪里 然后的话 你知道之后 那么 就看去 怎么样 去定义这个事情 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有的们说到 有多少位附体 怎么看法 这明显是外行人的看法 没有那么多附体 在人身上 一般的话 我也是听说 如果一个 灵体附在人身上的话 或是人的 我们说鬼魂 人形的鬼魂 或是动物的附体 或是人的附体 那么 他也不会一大堆在上面 最多也是一个 好像听说的是 如果一个人的附体 就是 这个人非胜伤死亡 然后附在一个人身上 这附体占了 就当房子住了 把他请走之后 他有股味道的 那么 别的附体上不来 别的人形附体上不来 但是动物附体就难说 因为动物附体的气场不一样 那么如果假设 一头流的附体 在人身上 那么去掉之后 那么流的附体上不来的 别的流的附体上不来 就大概这样的原理 当然也 大线世界无奇不有 是吧 我所了解的也未必是真相 说不定也 有一大堆也说不定 是吧 但是呢 据我所了解的 和 就是 碰到的 大概情况 都是 单个的隔体 好 这个就不带深入讲了 这个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 我们研究输出的 我们还是研究 我们自己本身的内容 好 我们看看第三卦 好 这一卦呢 看到没有 这一卦第三卦 考驾照的 那么 考驾照的话呢 这卦是一个同胞 自己摇的 然后他妻子今天呢 要考这个 驾驶证了 他是很怕 他考不过 当然了我们也 跟大伙强调过 如果你心里面 特别怕的时候 你就不要摇滑 因为 人心神不定摇的卦 卦也跟着心神不定 那么呢 卦像是显示你的趋势呢 还是显示你的 这个 精神状态呢 很难说 特别是人 六神无主啊 精神不定啊 慌张啊 紧张啊 害怕 这个时候不要摇滑 你自己心神定了以后 有一个理性分析了 有个理性的思考了 你再摇滑 这样的话才准 所以呢 我问过他 就说 你是不是很紧张啊 他说是紧张 就怕他考不过呗 因为车子已经买了吧 但是也不是说太紧张 太紧张 你也刚才跟我说了 太紧张的时候 不要摇滑 对吧 那么我说行 那么他就说 这一挂呢 换得换失吧 还是紧张一点 但是的话 就只要是担心 这种担心的话呢 也是正常范围的一担心 所以卦象出现了一个四月的新未日 卦象风三剑 编出一个水三剑 而卦象里面的很明显 是一个摇动 对吧 硬摇的官轨 卯木发动 编出七材之水回头生 那么既然是鬼忘了 那肯定是担心忧虑成真了 就是这卦可能 就显示他妻子的考驾照真的不过了 但实际上的话呢 他的妻子在考试过程中 确实是有点就是周折 但是最后还是勉强能考过 于是呢 他看一挂看一半天不大明白 但挂下很简单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现在明摆着不能过的 是吧 但是现在为什么考过呢 当时他就问我说 是不是我自己太紧张了 那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很紧张 他说是紧张 但是不是很紧张 也就是说属于正常的忧虑 这个我们说 担心忧虑反而 那挂项为什么这样显向 那么后来呢 他说这一挂 没有几次算了 我就把扔一边了 反正这挂不硬 不硬的话 有可能是我真的太紧张 但是呢 我后来跟他讲 这挂你不要扔掉 因为挂项呢 有个特征 他不会碰到相关事情的重要的信息的时候 他可能会不回答你本身事情 而是你回答跟这个事情相关的更重要的信息 所以呢 挂不往城的 他既然有这样的信息 你就要特别注意 我跟他讲了一个例子 就是呢 之前 有一位弟子拜师 他是好多年前了 然后的话呢 这位弟子呢 他是搞这个网络的 搞网络这个 这个属于搞网站吧 网络搞网站 那么其实呢 我当时呢 其实我自己也需要网络的这种技术上的人才 那么呢 在招大同时呢 我摇了一挂 就跟这个弟子的缘分怎么样 结果出现一个四摇变鬼 当时我就觉得 哎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就会四摇变鬼 是不是这个弟子拜师的心不存证啊 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后来呢 还是把它收为弟子 其实的话呢 他跟我的缘分 还是以好缘分居多 他也是很 真真实实拜师的 认真真学习的 应该是 我愿意 我是认真的教 他是认真的学 对吧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 我通过他帮忙去做一些网络平台的时候 就出了大问题 那么他介绍的公司确实水平不好的同时 也没有什么责任性 结果呢 我在这个网络的这个委托他们做这个网络事情 的这个项目中呢 确实是 结果很不好的 虽然不是很不好 也算是比较失败的 那么 所以的挂项 他会把这个事情提出来 也就是说 他会把相关的 较重要的信息 提早的通知 像这一挂一样 这一挂其实呢 他问的问是他妻子好考驾照 考不上的 第二次再考 其实也不会太大损失 但是为什么鬼会动 而且的话呢 他出现官鬼卯木变出的七材子水带桃花 我们说桃花财桃花财就代表妻子了 是吧 桃花财带贵人肯定代表妻子 为什么这个官鬼跟这个妻子子子卯相形 而且他问的是考试考驾照 所以我当时跟他说 这个有可能有一种情况 就是呢 你妻子学车 刚刚学车的时候 就急急忙忙开着车出外去逛了 因为六要代表外边 特别是出外边大马路啊 或者是到外边城市 当你车技不行的时候 或者车技刚刚不熟的时候 你要是出远门 就可能就会出现直卯相形的可能性了 对吧 那么相形也包括什么 比如说这个车的刮刮碰碰啊 甚至自己受伤啊 这些都是山形啊 是吧 直卯三形嘛 所以呢 我当时就叮嘱他 这里出现了七财变鬼 桃花财变鬼 鬼和桃花财 是相形的 而且带腾蛇的 代表惊恐的 而这个鬼呢 刚好就对应了这个考试 这个驾照 开车 驾驶 对了 所以就算你考过了 可能挂像可以告诉你说 最近这段时间 刚刚学会的时候 还不能自己独立的开车到处逛 特别到外边的高速公路啊 大马路啊 跨省啊 国道啊 拿去逛 那么就可能会出问题 这是善良的预警 那么我让他注意一下 这方面 所以呢 为什么挂像会出现 风扇剑的主挂 风扇剑主挂就说明 这个妻子 他要学这个 考这个驾照 是吧 学开车 他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慢慢来的 是吧 从理论考试啊 知道交通规则啊 学车啊 是吧 学这个技术 他肯定是慢慢一段时间 而见挂的变挂是剪挂 剪挂就是行显了 就告诉他 你这一项的开下去的话呢 你自己的技术不过关 就往大马路上开 是有危险的 所以大伙呢 特别是碰到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挂像不硬的 不要把它扔掉 有可能他会显示 跟这事情相关的一些重要的信息 更重要的信息 反而把本身信息给忽略掉了 好 好 我们看看在下面一挂 好 这挂看到没有 这一挂呢 其实和刚才的第三挂有点类似 就是那个抑郁症的那一挂 有点类似 那么这一辈是咱们的弟子同盟 那么他本身的话呢 毕竟我们这个川子 我们这个医学川子了解多了 那么他也知道 可能有一些精神病 可能有一些抑郁症 是吧 跟传性物质相关 这个其实是客观存在的 因为这个我们说的一些传性物质 他直接是跟人的心 我们说是心神 他是直接挂钩的 所以有一些精神病严重了 他自己心神失控了 那么附体就胜去而入了 有一些是因为身上有附体 而造成这个精神病 或是抑郁症 越来越重越来越不正常 都有可能 当然有一些是纯粹是物理性的伤害 我们说就是物理原因了 也就是说你的精神系统受损了 受刺激而受损了 跟有没有这些邪灵 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跟传性物质是没关系的 所以他就想起来 他的一个兄弟 很多年前因为受到刺激 就精神不正常 那么他就问 是不是传性原因导致的病 或是传性原因造成到这个病不好的 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 能不能是好 当然了我理解 他这一种的兄弟之情 对吧 肯定是希望自己的亲人治好 到现在还治不好 那么我们说了 卦象他本身是非常睿智的 你不管问什么问题 他都能回应你 你只要能看得懂他的表达方式就可以了 而这一卦呢 你看 卦象很聪明的回答 卦象是四月的丁丑日 卦象雷火风 变出正雷雷六冲 雷火风嘛 就是很丰富 也可能代表 这位弟子跟我们这个川子 在学习构定中了解更多的知识了 知识越来越丰富了 而挂变六冲呢 这个我们得看 这个里面问的问题的定性 如果定性是好的 挂变六冲可能告诉你赶快去做 以早不宜迟 如果定性不好的 卦象可能告诉你说 不要针灸下去了 半途中止吧 就是让你半途中止了 所以这个挂变六冲我们还得看 这个他到底是往哪方面去提示 那么他是问兄弟的 那么兄弟的精神病状况 那么这种情况呢 你问别人病 你自己是没办法主控的 你不像说 我问孩子的考试学校 孩子才入文员 他肯定不问自己决定 肯定大人帮他决定 那么这类的代战肯定是主控性代战 那么他的那个 作用渠道可能会多一个心眼 除了要看用神的作用渠道 有可能要针对肆摇的作用渠道 是吧 因为你带他选择 这叫主控性代战 但是如果 像问病的 你不可能控制他的病 对吧 尽管你可以找医生 所以一般 基本上带问亲人病的 都是被控性的 失控性代战 那么被动性失控性代战 直接找戴战的人 作为用神就行了 这一挂 兄弟害谁为用神 而且害谁在过元清 是吧 那么 他的兄弟在乡下 他在别的城市 所以四摇在五摇 在外边 兄弟在内挂 兄弟在马兴 对于他来讲 他要见到他兄弟 肯定要跑一趟了 或是兄弟要见他也要跑一趟 所以兄弟害谁带马兴 在三摇 那么带归人性 这个就代表他的用神 和第三挂是一样的 记得第三挂 它是子孙 抑郁症的子孙带腾蛇 这一挂是兄弟害谁带腾蛇 由此可见 那些精神病 抑郁症 它腾蛇是一个特定的特征 精神类病况 往往带腾蛇 因为它影响他的精神状态 让他变得惊恐 紧张 害怕 这些都是腾蛇的想法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兄弟害谁 又是带腾蛇 而这挂只有他这个用神发动 兄弟害谁发动 变出观鬼程度 回头客 如果单单问这个兄弟的这个病况 那就说明他没办法治愈 因为他的问卦的目的 其实是问他病知不知的好 而兄弟变出忌神回头客 那基本上就说明他很难治的好 而且这个尘土代表人的思维思想 而尘土又是水摇的木库 水土木在尘 就说明兄弟最后入了这个观鬼尘土的木库 而且他代表思想 代表想法 就说明最后这个兄弟精神会失控 变得迷迷糊糊的 所以按照这个动向来讲 其实不乐观 就说明这个病比较深入了 比较难好 而且的话呢 这里的兄弟害水 他被阅令破了 被嗜火了阅令破 被丑日克 本身就是阅破日克 然后阅破日克的状态下 再被观鬼尘土克 我们叫做太衰 太衰就说明呢 他虽然他这个兄弟的病可能治不好 但是你想他迅速恶化也没那么快 他是慢慢来慢慢来的吧 对吧 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有一段时间 好 这只是挂项回答这个人的 把这个弟子问题的其中一部分 另外部分在哪里啊 他只回答了说他兄弟病况的趋势 但是没有回答说 另外一个问题啊 这个病是不是 全性的原因治病 那么如果是的话 能不能治好 虽然说 挂项不是说治不好的吧 就算是也是不好的 这个也算对 但是我觉得的话呢 这只是一个初级的理解 就是看用神动变了 其实呢 如果你是深入境界的思维 你还得看每个角色的定位 比如说 四遥 你带别人摇挂 四遥是不是代表摇挂者 所以呢 四遥的父母身经 就代表他这个摇挂的兄弟的同盟 对吧 我们咱们的同盟 是他的兄弟了 而这个父母身经 是什么呀 他是用神兄弟害谁的元神 他为什么是元神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想想办法来治疗他兄弟 所以呢 他问这个病是不是传心治 导致他疾病 如果是的话 可能会找到 帮他解救的人哦 对吧 所以呢 他是带什么想法 他是带着治疗 帮助治疗他兄弟的这种想法 来摇挂 所以呢 挂象就出现了 四遥是父母身经 是兄弟的元神 那么他想治好的 其实呢 是什么想法呀 他并不是 我介绍一个西医生给你 我介绍一个精神病的专家给你 而是他会不会可能是因为 玄性原因 比如说身上有附体啊 对吧 这种原因而导致疾病 如果是的话 找一个能够清掉附体的人不是行了吧 对吧 或许认识这些人了 或许有这些人了 对吧 那么 这里的父母身经 其实是带这样的角色 有条件的 的治疗 而不是说无条件治疗 这个条件就是 假设 他是传性导致疾病的 那么就有救了 那么 哪一个是导致传性疾病的 这个病根 大伙我看到是哪一个 现在已经解体解了一半了 是吧 应该解了大半了 应该这个答案是很容易看出来的 别以为视频课没有互动呢 应谣关轨对 没错 没错 详南 玉南 都看到应谣啊 所以应谣的关轨仇吐 就是他认为的传性疾病 如果你认定了 这个是传性疾病了 那么这个父母身经就起到作用了 因为他可以化克为生 是吧 关轨仇吐假设在应谣 这个发动了 那么就说明 他真的是传性物质 导致他生病 或者有传性物质 在加重他疾病 这个关轨仇吐发动 在克这个兄弟派水 然后的话这里的四谣兄弟神经 就派到用场 只要你发现他在克 那么我就可以找到化克为生 土神经 生用神 水谣的这个方法 对吧 但是呢 很不幸啊 这个应谣关轨 是应谣 是这个传性疾病 但是他没有发动啊 他在日历没错 但是他没有发动啊 就说明呢 他并不是导致他疾病的最核心根源 如果他发动了 他起码是重要的原因 但是他没有发动 而为什么四谣的父母生经 带轩吐 就是说他以为他自己认定 可能是这个原因 所以应谣 这四谣的父母生经 又带轩吐 轩吐代表自我认定 自我的想法 虽然这个关轨仇吐 这个关轨仇吐 应谣没发动 但是呢 他在日历上 还是克这个兄弟 还是 就说明呢 你说没有传性干扰 有的 但这也是普遍现象的 我们知道 这些 呃 知识的人 基本上都知道 精神类的病人 抑郁症的病人 千万不要带他去 阴气重的地方 因为这类病人 对这些阴气重的地方 特别敏感 很容易发病的 这是常识的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 这里的关轨仇吐 带日历 他还是克 这个兄弟害水 只不过 他不是造成他疾病的 重要原因 而是呢 会加重他的疾病 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一说明呢 其实呢 他身上可能真的没东西 没有传性东西 而造成他疾病呢 是物理原因 是他的神经细胞 真的受损了 而导致了精神不正常 所以呢 你看挂 很睿智的 基本上一个挂 一个动作 他把所有问题 都帮你回答了 好 好我们看看时间不多 所以很快就过了 所以我们继续看下一挂 所以挂项呢 出现一个挂变流冲 挂变流冲就是说 这事情不要再追究下去了 因为不是这个为主要原因 是吧 不要再追究下去 半途而止 所以挂变流冲了 好我们看看这一挂 这一挂看到没有 吕沾婚姻 应不应该维持下去 尘土是酸性原因 可能要同性回过头来听课 好在呢 两三天时间还是能够听课的 听一次听不明白 对吧 尘土观鬼是物理原因 应谣的观鬼丑土是酸性原因 好我们看这一挂 这一挂是现实的一个张挂 这个女孩子结婚了 婚姻出现一些矛盾 甚至有离婚的风险 然后呢他就问 这段婚姻应不应该维持下去 挂项呢 是四月雾银日 挂项天则吕变出天雷无望 那么 天则吕是什么意思呢 旅挂是代表旅行 就现在 他们正在旅行 一些事情 当然这个旅行呢 这里有个场景 就是呢 他们两夫妻已经到了 要离婚的地步 然后呢 他丈夫提出离婚 他不愿意离婚 然后呢 他丈夫硬要离婚 他要索赔 一索赔 他丈夫就远了 就不敢离婚 那么这个索赔 其实是律师建议他 同时呢 也是我们这个做选学的 通过挂项建议他的 狠狠的索赔 结果一狠狠索赔 真的解决问题了 他丈夫不敢离婚了 甚至提出跟他和好 但是呢 我跟他说 一开始坚决跟你离婚 什么条件都不谈 到现在 你资讯过律师了 资讯过我们了 提出一个能前置他的方案 你也按照这方案 跟他讲了 这个旅卦就是按照我们提的方案 旅行跟丈夫来进行一个对峙 结果他丈夫一听到赔钱 立刻这个态度180度大转弯 就是说 这是说一说而已 其实没有不愿意离婚的 那么呢 在这种我们说的 被迫条件下的不离婚 其实这婚姻质量谈不上的了 大家已经没有什么感性和谈的 是吧 剩下就是钱了 所以呢 我的建议就是说呢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以后的婚姻质量 当然了他也担心说 已婚了以后 会不会找到 另一段比较好的婚姻状况的 是吧 另一段比较好的感情生活 这个我说你还年轻吗 这个不用担心 而且我们是 本身是研究医学的 研究医学的人呢 其实对婚姻把关还是有自己一套的 摇挂是一个方法 对吧 看八字 合八字 又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挂遍六冲五网 是让他放心 就算离婚了 其实也不用担心 可能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他其实还是要犹豫 他就是说 其实他本身 还是想维持婚姻下去 那么我就说 你这样问吧 你就问一问 你维持婚姻下去好不好 于是出现这样的 当然了挂遍 女挂 是现状的一个反应 挂遍无望 是趋势的一个反应 他是患得患失了 是吧 怕离婚之后 另外的婚姻更加不堪 因为呢 他很早之前算过命 有个算命先生 可能也是胡败的 跟他说 他要结四十婚 离四十婚 三次了 四次忘记了 反正是 我们说不是三就是四了 我说凡是这样讲的 算命先生 基本上99%是胡败的 因为人的 这个婚姻 他是没有 一定要结几次婚 离几次婚的 是吧 我们都知道 从大数据来讲 完全八字的人 全世界有两万人 是一模一样八字的 这个数字 是全世界的 如果分开男女的 男女分开的 毕竟大运不同走 分开男女的 一万人 全中国 两千五百人 两千多人是同一样 八字难道 都是女的 都要离三到四十婚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吧 所以我说 你不用担心 你不用去相信 这些胡说八道 所以这挂遍无望 有可能是挂里面 给到的一个 他的放心信息 但挂的主要信息 还是说他这婚姻 该不该持续下去 如果挂里面 出现对四摇 是相生的 有动摇生 是要 或者呢 这个是 我们说问婚姻嘛 是吧 观鬼磁士 然后呢 有动摇相生 是吧 七才发动生 观鬼磁士 那么这个其实是没问题 最怕呢 其实吕瞻婚姻 最怕碰到子孙磁士 因为子孙磁士 迟早要摆 或者 这个婚姻是有名无识的 我们从四卦角度来讲 四卦角度来讲的话呢 第一个 怕观鬼变废 第二个 怕子孙磁士 从女性来讲 男性的话 最怕兄弟磁士 同时怕七才变废 而这一刮呢 就很明显了 观鬼是化退的 是吧 观鬼磅目 变观鬼磅目 假设观鬼磅目 是自己的丈夫身份 那么观鬼磅目呢 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 你可能是成为别人的妻子 就是你多了一个丈夫了 另外一种情况 原先的丈夫 成为别人的丈夫 所以他观鬼变观鬼 就有可能 你多一个丈夫 或是原先的丈夫 变成别人的丈夫 就算从挂礼本身来讲 观鬼化退 那不过丈夫本身就越来越退 而且最不堪的是子孙磁士 所以的结果无非两个 这婚姻质量肯定是越来越下降 而这个丈夫肯定是越来越自己 越离越远的了 因为他不是化尽 他是化退 就算化尽也成问题 因为他还是观鬼变观鬼 最好你观鬼会都生的 是吧 那就好 但是你观鬼化退 慢慢的退 退到最后什么了 退到绝路了 因为观鬼磅目变成观鬼淫目的时候 淫目跟子孙是要直接相冲 矛盾越来越多 离心力越越大 然后这观鬼还带疼舍的 是吧 他现在为什么不离婚 就是因为害怕分家产 说不定家产在他手里面 他还要想着转移 所以这里面其实是告诉说 这个丈夫不可靠 他慢慢变退 而且子孙磁士 你要维持这段婚姻的话 一个最后受伤的肯定自己 因为是继续辞世 最后辞世信息 是告诉你最终结果 这婚姻变成有名无识 或者最后还得离婚 离死了那么久 是吧 尽量想维持到最后还是要离婚 所以这话我建议他 这种婚姻没质量的 还是不要维持下去 所以华像也这样提示 而华变六冲无望 就说明了 就说离婚没问题 两个人掰开没问题 华变六冲也告诉你 这婚姻不持久 所以这话是很清晰很明显的 那么这是这一瓜的一个大概的分析 我们看看下面一瓜 也是婚姻的 只不过下面这一瓜跟上面一瓜不一样 上面这一瓜已经结婚了 大家吵是吵 该不该持续维持着婚姻 但是那下面这一瓜呢 这个人还没结婚 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这个还等一等啊 我还没加上这个图片 好 这看到没有 这一瓜呢 其实呢 就是 他这个女生问 和这个男生结婚之后会不会幸福 这里是我背景的 这个女生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男生 然后呢 去年因为矛盾分开了 但在没分开之前 他的女生的家人没有一个赞成的 都觉得这个男生不可靠 但是这个女生 偏偏又特别喜欢她 这可能跟 有些特别的姻缘相关 那么 就算大家好来分手了 这个女生还病了一场 因为受不了这一种分手 那么 分开就分开吧 对吧 家人都算他算了 这不要了 是吧 也不好 这个女生还是想跟这个男生 复合 但呢 只要女生提出来 男生跟他复合 也是大概率 那么如果复合了 就可能会面对 结不结婚了 是吧 两个人结婚后会怎么样 最后就摇摇这一瓜 假设 他跟这个女生 男生结婚 女生跟这个男生结婚 会不会幸福 这个女生沾的 那么像这类的可能是观鬼为用神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啊 卦是四月的雾营日 然后呢 卦像是风三剑 编出一个迅为风 卦编柳虫 你看 上面那一瓜和这一瓜 都有个共同特点 卦编柳虫 他们都是四瓜 都是女沾男的婚姻 凡是占婚姻出现卦编柳虫的 基本上量了一半 因为婚姻 我们要平定婚姻成不成功的 就是时间了 是吧 百年和好 是吧 迎婚 惊婚 两三十 二三十年的 那么就说明你婚姻成功了 如果两三年就掰掉的 最后离婚收场就不成功了 挂遍六冲 肯定双方不能持久在一块 挂遍六合最好 是吧 能够长久在一块 所以我们古代有个说法吧 问婚姻最喜欢挂遍六合 最怕挂遍六冲 他是有道理的 而这两卦 无一 都没有例外的 都是挂遍六冲 只不过呢 这一卦的挂遍六冲 主卦是剑挂 剑挂是迅梅峰 那么 他毕竟有他的一个个性寓意的 比如说风三剑 那代表一个现状 就说明他跟他男生 已经将往了好一段时间了 慢慢的走过来 渐渐的走过来 而挂遍六冲呢 其实呢 是说明他们之间不会持久 当然了 迅是代表什么意思 迅是跟随 就看他跟随谁了 是吧 你是跟他丈夫走了 还是跟 别人的建议走了 对吧 好 我们看挂里面的一个动向 如果 他刚刚的就是 我们说只看 挂里面的动向的话呢 也未必太糟糕 但是其实也不好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挂里面 只有一个 动罩 当然呢 严格来讲呢 也有可能是两个动罩 一个是暗动的 就是 十四的子孙神经 被淫日冲动 本身这个子孙神经是寻空的 那么他寻空 被淫日冲动 就不是冲空 一冲空就变成暗动了 也就是说 这挂子孙神经四摇 是暗动的 那么还有第二个动罩 就是呢 二摇的父母五火 变出七材亥水 而这个父母五火 变出七材亥水 我们会发现 他在其中层面 是回头克的 那么 既然他是回头克 他就没办法 这个父母五火 他变出亥水回头克 他就没办法去克 这个四摇子孙神经 而且他独发 独发是允许反断的 所以有些人看了会觉得 哎呀这是好怪 你看这个克四摇的父母五火 回头克 祭神回头克 不伤四摇好挂 但是我们说 你问挂 你要必用神 这挂四摇不是用神 对吧 真正的用神是什么呀 真正用神是应摇的观鬼卯木 带桃花的应摇观鬼卯木 我们知道 问男朋友也好 问丈夫也好 观鬼卯也用神 有些门派就说 没结婚的应摇为用神 是错的 你只要跟他有一个异性伴侣的这一个定位 哪怕你结婚不结婚 你是异性朋友 异性的这个 因缘朋友 那么 这个男的就是观鬼 女的就是凄惨 不管他结婚不结婚 因为这是异性朋友关系 而不是一般朋友关系 所以呢 这里面的应摇观鬼卯木 就代表这个男生 这个婚姻感情的男生 所以问感情话呢 基本上你无论你是结婚不结婚 都是男的 娶观鬼 女的娶凄惨 这里的观鬼卯木带桃花 桃花我们知道了 对吧 这是感情嘛 所以这是很对应的 观鬼卯木带桃花 在应摇 这个就代表他男朋友了 那么这个男朋友没有发动啊 是不是好还是不好呢 对吧 如果单单纯纯的 我们说 说他旺还是不旺 他其实是不旺的 因为卯木在四月 他是修求 卯木在迎日 他是不旺 那么我们说 一个是旺的 一个是不旺的 两个扯平 刚好是平相 平相不是旺相啊 所以呢 这就危险了 第一个 第二个 虽然我们知道 独发的忌神回头客 反而可能是好的照头 但是呢 首先 他是 用神的定位 而这里的四摇 圣经 并不是用神 所以针对他的 这个 父母无火 回头客便废 这个其实 并不是一个利好的定性 反而有可能是利差的定性 为什么 待会再讲 好 刚才我讲了 用神不忘 然后呢 动罩 虽然针对子孙窑 让他废掉了 但是看子孙窑 好不好呢 子孙生经暗动 如果 我们知道 暗动代表什么 暗动代表 他正在发生 这个可以应他 现在跟他的男朋友 正在掰了 是吧 他们闹矛盾了 分手了 但是也有可能说 他是挂向一个指导 因为暗动也代表指导 挂向指导 他说 你现在应该主动分手 不要再跟他在一块 不排除这个 如果暗动的 你不做怎么办 不做了 那么他暗动就没了 没了以后呢 那么 假设他跟这个男结婚 这个用神不忘 最后呢 还搞过子孙辞世 那就糟糕了 这个和上一挂一样的 上一挂只不过呢 这一挂比上一挂好一点 这一挂没结婚 上一挂已经结婚了 结婚出现子孙辞世 最终就要离婚 而这挂的话呢 假设你现在 不主动跟他分开的 最后 剩下的子孙辞世 跟他结婚了 这个子孙辞世 就会延续到婚后 造成他婚姻的不幸福 而且呢 这个子孙辞世 还带白虎 这就更糟糕了 让自己受伤 让自己痛苦 最后还不幸福 然后挂遍六冲 最后还被迫离婚 那就好惨 所以呢 无论四摇 印摇信息都不好 那么这个动作 代表什么呀 这动作呢 其实它有它的原因 第一个 我跟大伙说过 碰到一个毒发的摇 回头克 不克用神或四摇 不一定是好事 有可能是代表 某一个六亲的不利 对神自己不利 所以呢 这里的父母无火 带贵人带阳人回头克 而不克四摇 不一定是好事情 它说明有可能是 父母放弃了 对他的不利 因为 在这单的感情交往中 他的父母 是极力反对 女儿跟这个女生结婚的 所有长辈 不但他父母 所有长辈 都强烈反对 如果这个女的 硬要跟这个男的结婚 那么 很有可能 他们父母不管他了 是吧 你不听我的吗 我也不认这个女婿 是吧 所以就会造成 父母无火回头克 为什么回头克 我放弃了 我投降 不管你的 那么他放弃了 对他构成伤害 这里就构成了一个 整体解读 父母回头克 自身放弃了 然后这个放弃 我不管你这个女儿了 就当没生过 那么 对他 这个四腰的伤害 碰到一般的事情 就有可能 这个六亲的不利 在讲义里面也讲过 是吧 这个母亲 这个自杀了 对 这个孩子的不利 这个就是 父母回头克 克四腰 所以 大果碰到这里 的话 一定要多一个心眼 有可能会出现 这种情况 那么这是 其中一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女孩子 跟这个男孩结婚 那么 有一种可能就是 她父母不认这个婚姻 也不管他们 这个对女孩子来说 肯定 是吧 亲人不管自己了 对吧 如果丈夫 又出现一些 对不住自己的地方 那么就完蛋了 就很受伤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 有可能 从另外一个思路去找 因为 当时这个女孩子 问到我 这个男的 有没有异心 也就是说 他 现在是他男朋友 会不会 他有别的想法 或是一脚踏两船之类的 那么 我不客气跟他讲 这是有的 为什么 我们看到应遥 观鬼卯木 他既然 应遥 灵 观鬼 就说明 他确实 是有心 成为 这个女孩子的男朋友 所以应遥 灵 观鬼 如果应遥 灵 子孙 就说明 他根本没心 跟这个女的交往 因为他根本 就是玩的 自己都客观鬼了 是吧 他不想成为 这个女生的 男友身份 这个观的身份 但是呢 这话 应遥是灵 观的 说明 他是还是 能作为这个女生的男友 这个心态的 但是 这个心态不纯 为什么不纯呢 因为他的心恋 应遥的心恋 就是应遥的长遥 是观鬼荧幕 他既作为 这个女生的男朋友的心态 观鬼荧幕 他心里面又藏着 另外一个观鬼 也就是说 他心里面也想成为 别的女生的男友 所以呢 我们说 身上有鬼 心中也有鬼 这就是我们说的 婚姻挂里面 感情挂里面 一个特色的一个信息 而这里面的动造 的父母无火 变出七材亥水 正是从他心里面 这个观鬼荧幕 引申出来的信息 我们看到 这个应遥的 心里面藏着 这个观鬼荧幕 他是跟七材亥水相关的 那么他成为别的女生的 男朋友的心态 何不可能 这个动造 父母无火 变出七材亥水 就代表了 这个他的 另外一个女生的信息 完全有可能 因为观鬼荧幕 跟观鬼亥水相关 刚才我们是把他定位为 自家的父母 现在 我们又把他定位为 可能是他男生心里面 成为另外一段感情的 女生 如果是女生定位的话 这里的父母 无火带阳人 有可能 这个女生 就是他本单位的 这个男生是同事 单位同事 甚至是这个男生的 丧尸也说不定 因为父母姚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七材亥水 这个女生 和这个父母无火 扬任 代表这个同事 这个单位 甚至 丧尸 是刚好是连在一块 但是这个父母无火 也可能说明 这个女生 可能比这个男生要大 这些都有可能 然后他为什么在克他 因为这个时候 父母无火 变出七材亥水 这个是一个整体信息 作为整体信息 来克 这个 四摇的子孙神经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 他们 感情之间 这个女生和这个男生 感情之间的一个 很明显 对他不利的一个障碍 不要不会克他 对吧 克他就是说 没有障碍存在 所以不要说 把所有的 这个 季神回头克 都看作利好 有时候 也要看作利差 像这一块 就明显 从头到尾 没有利好存在的 全部是利差解读 而事实上的话呢 我跟这位女生 交流过程中 他的父母最后管不管他 这个虽然不知道 但是呢 他可以说很大概率 他确实有一个 他单位有个女生在追他 至于比不比他大 是不是他丧失 这个不大了解 但是呢 基本上可以确认 他的单位里面 有一个女生 是非常喜欢他的 趁虚而入 成为情侣 这完全可能 所以卦象呢 他会告诉他 长痛不由短痛 你要分了 迟早要分 根本不是缘分 所以卦象会出现一个 四摇子孙 生经暗动 干脆就说 长痛不由短痛 现在分了 算数了 是吧 这是指导信息 指导他 赶快分 不是缘分 这里 四摇带白虎 怎么可能是缘分 那么 这个卦 基本上就写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了 讲了一个半小时了 那么后边就不讲了 那么今天晚上的讲课 就讲到这里 预祝大火 端午节 安康 节日快乐 好 就到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